那么这里面的问题呢 实际上就是大家在确认 那例如说有人问这个玉米 这个玉米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高位到底哪个是确认点 如果以这个高点为下跌的大一的位置的话 那么这是小一对不对 小二这一天第三天并没有创新低对不对 所以说后面这个K线创新低 所以后面这个K线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位 就是小三 那小三出来以后 那么实际上对于往上去大一的位置 就是一个中央的压力位 那么三和一都是一个中央的压力 对未来的行情压力 那么虽然是这里出现了连续的上涨 但是走到这个位置 我们要观察这个位置能否出现一个拐头的信号 如果出现拐头的信号 就可以大胆的试仓 大胆的试仓 实际上我们不管在哪里试仓呀 大家首先是要清楚和明白 那么我们试仓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找到一次相对来讲确定性的机会 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大家呢 就是在交易的过程中特别走到这些位置 那这位置到底做不做 怎么做 那么第一走到了 我们是不是要有两个信号 第一是走到了压力区 对不对 走到了压力区 第二一个这里要怎么样 出现空头信号 要出现拐头的信号 什么叫空头信号 那最起码是阴线 对不对 也说下跌始于阴线 上涨始于阳线 如果这个位置出现阴线 那就有可能是一个拐头的开始 那这是一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燃料油 对不对 燃料油这个品种啊 那是不是这个位置 今天我看我们群里有的家人 这里大家有没有去做呀 燃料油这里是不是回到了大一的位置 我们首先看燃料油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低点 后面这个阳线这里出来 一二三是不是确认了 确认完了以后 这里回到了这个大一的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要不要进场呢 这个位置怎么做呢 实际上这个位置呢 第一我们在这个位置要看多 但第二点 大家首先是要看 那么从上方这里盘整了五天的时间 这一根K打下来 就把这里的五天 加上这里的上行的四天 一共九天的K线 全部给打掉 那这里的空方的力量 是不是非常的强呀 那非常强 这里再次向下跳空 虽然这个位置 没有出现较大的一个下跌的空间 但是这里的跳空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你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你说这里相对来讲空头 第一下跌的趋势 对不对 高低点一次降低 第二一个 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跌 那么这里跌的速度呢 要比这里少的速度要快 所以说我们跌到这个位置怎么办呢 可以做 第一 半分别挂单或者开盘价挂单 那么最低价做防守止损 第二一点 为了确保这里的一个有效性 最起码在这里收阳线 我再进场 好 这里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做法 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两种方法 第一个挂单 我认亏 在这个位置怎么样 我主动的去买套 如果亏钱 那我就在最低点离场 因为这一次是一次什么 非常好的机会 第二一个 为了一个确保有效性 我等到这里怎么样 收阳线我再做多 也说上张使用阳线 收阳线再做多 你相对来讲确定性比较高 这里大家有没有看明白 那么1加3这个位置呢 实际上 对于1加3只是一个普通性的买卖点 那么这里是否是一个上涨的开始 那么不知道不确定 但是呢 第一次回到 既然是这里屈人了 第一次回下来 这个位置一定会有支撑 一定会有支撑 我做的标的全都是看日线 全都是看日线 以日线为标准 最低呢 看小时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了 如果让我看品种 让我看什么呢 大家要把你的目的 要看什么 要说出来 我才知道我要看什么 这里的铁矿石 从高位下来 是不是有个空头排列 第一是空头排列 第二一个 这里跌的并不坚决 往下去的幅度不够 幅度不够 怎么办 这里下跌并不坚决 那么未来来讲 下跌的流畅性就不够 既然流畅性不够 那么就有可能再次上涨 所以说呢 对这里来讲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最好的 做空的位置 第一 并不是最好做空的位置 那第二一点 铁矿石呢 从这个位置往上涨呢 空间有限 那么往上涨的空间有限 那么这个位置 既不做多 也不做空 要么跌下来 形成重要的核心价格 我做多 要么怎么样 从这里跌下来 反出上来 走到中央的压力 为我做空 对不对 这些都是可以的 好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把问题发到 发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弹幕里面啊 有时让我一一的 给大家去解评种啊 这个可能单过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苹果这个位置啊 冲高回落今天 那么冲高 苹果在一加三一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进场点 那么这个位置 是不是一个十的位置啊 那这里出现十加三的位置 未来多少会怎么样 会调整 调整下来 回到十的位置 继续布局 那么大约是回到哪里啊 苹果回到 7960的位置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位 这里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 低位的一些品种 这个甲醇 甲醇短期来讲的话 这里会有震荡啊 会有震荡 跑哪去了 在这 那么一说这个位置啊 短期会有一定的震荡 那么前期重要的支撑位啊 或者支撑以后 走到上方的一个压力区 但是这个位置呢 会震荡还继续向上 那么对于甲醇来讲的话 我还是看多啊 还是看多 回下来 重要的布局节点 那么这个位置 回到哪里呢 回到这个K的范围之内 可以考虑去继续动 这个K的范围之内 看一下PVC 有人问PVC PVC这个位置 耐心等下来 回到625 5960这个区间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 已经告诉大家了 这个位置要做多 PVC回下来 这个位置做多 PTA我看一下啊 PTA这个位置啊 那么回下来以后 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个 在这些重要的支撑位 去考虑做多啊 PTA走这里 这是今天的一个 跳空低开 然后往下打 这里跌的还是比较坚决的 那如果在这里布局的 在最低点防守 那么下一个布局位 就在哪里啊 就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在这个区间去布局 那也说 从这个区间之内 可以考虑 在这个区间之内 进场做多 这里看多 短期来讲的话 已经跌了一定的幅度了 所以说呢 这里不看空 那么我们做多做空 大家要把一句写上来 那么以二纯来讲的话 还没得回到什么 重要的位置 没回到这个4010的位置 回到这里 我们再考虑做多 否则耐心等待 中油看一下啊 中油呢 短期上行与一定的压力 那么还是 我们在这里去等他 等他回下来 那么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也是走到 前期三的位置 这里开始往上 怎么样 往上反弹 但是这个位置呢 未来还是以看多为主 以看多为主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K线的一个支撑与压力的关系 这里还没有跌破 攻击性的阳线 对不对 第一这个阳线没有跌破 第二一个呢 这里下跌连续三天都没有怎么样 跌破这一根阳线 说明这里的这个抵抗力 还是比较强的 抵抗力比较强 就可以考虑怎么样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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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我看一下银 那么白银来讲的话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回落 冲高回落 黄金白银都是这样 冲高回落呢 这个位置因为美元来讲的话 要反弹 所以说白银这个位置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一个空头的布局 但是这个位置呢 需要还差一根K 如果真正跌下来以后 我们再考虑空 那可能是更好一些 而此时呢 面临一个支撑位 支撑位 就是大约是这个5200的位置 是一个重要的支撑 所以说呢 这个5200的位置的支撑呢 大家还是要看能不能过 能不能过 那这里呢 对于白银可以看一下 第一是美元指数 有没有上涨 如果美元未来出现一个反弹 那么对于黄金白银来讲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空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外盘的黄金和白银 外盘的黄金高位出现银线 白银呢 是出现了连续性的 连续三根K的一个回落 但是回落的幅度呢 并不大 并不大 那么未来来讲的话 这里还会有反复的震荡 所以说我们做这个白银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黄金和白银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橡胶 那橡胶这个位置啊 大阳线后边啊 会有一个来回的震荡 那么耐心的等待它 起闻以后啊 再考虑这个做多 啊 橡胶呢 还是我的观点 就是回到 大家要是回到这个区间 继续考虑做多啊 回到12600啊 这附近啊 考虑继续去做多 短期来讲的话 面临一个充高的压力 上方的一定的压力 烟化器还是看空啊 那么反弹起来 就是烟化器比较弱 那这个品种呢 近期不好做 第一是空到一定的幅度 第二一个多头呢 又多不起来 所以这个品种不好做 短线和PTH是一样的 回到1加3的3的位置 再考虑做多 都有甲醇 说过了甲醇 甲醇能回到哪里 不确定 那么如果回到2560 或者是2580 甲醇这位置 可以考虑布局啊 然后豆油 我看一下啊 豆油 豆油和棕油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这里冲起来以后有压力 那么短期呢 还是在震荡的格局 风低做多 风高做空 罗文刚这个 今天有反抽 但是呢 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 不管它现货也好 它什么 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 这个位置呢 这个高位 还没有冲上去 只是呢 这里下跌的幅度和力度不够 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这里是不是依然是空头排列 既然是空头排列 在不断的往下试盘 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做多 对不对 有耐心的等 玉米要等待 出现阴线以后 再考虑做空 焦灰焦碳可以逢低做多 因为焦灰焦碳也是回到一个重要的布局节点 特别今天的焦碳还是踩的比较准的 所以说呢 焦碳这个位置啊 是回到了一个中央的价K的位置 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起来 价K的位置 重要的价K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如果回下来以后啊 这个位置依然可以考虑一个多头的布局 只将在来回的震荡啊 只将这个位置啊 震荡的比较厉害 一个只将一个玻璃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只将在这个核心价格之间的一个震荡 核二和核三价格之间的一个震荡 这个位置呢 多空不移 然后我们看一下玻璃 玻璃这个位置上涨的速度怎么样 降低啊 上涨的这个速度在不断的什么 这个减弱啊 斜率在减弱 所以说呢 这里对于玻璃来讲的话 短期面临一个调整的压力啊 调整压力 那未来回下来以后啊 那玻璃可以回到啊 这个区间呢 可以考虑一个多头的布局 啊 大约回到15 1520 1510啊 大家可以考虑去布局啊 多单 好 我看大家都是在问这个 问这个品种 有没有问这个 学习的战法什么问题啊 有没有啊 大家都在问这个品种 这个品种 各位大家都急着交易啊 那么在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定的 一个交易的模式情况下 或者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 各位 我们关注了太多的交易 你就会失去了对于这个学习的兴趣 所以说 如果我们不能够啊 真正的去坚持用一套方法 一套好的模式 去应用到我们的啊 这个真正的交易里面 所以说呢 大家就很难在这个市场当中啊 啊 去有结果 好 那么 有的人对这个 一加三呢 啊 还是不太清楚 我今天呢 再重新给大家 把一加三的这个模型 关键模型的啊 给大家呢 重新再讲一遍啊 包括如何是这个啊 创新高 阳线也好啊 等等 我先给大家去讲啊 那是什么叫创新高 创新高 我不知道大家 在一加三里面的创新高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现在大家呢 就是 再次回顾我们昨天所学习的啊 昨天所学习的一个模型 什么模型呢 就是 这个 K线的确认原则 那么也就是说 K线的确认原则是什么 这是一个动量的反转模型 那对我们来讲 未来三天收盘价 在一的收盘价 之上 这个一是什么呢 就是创新低 或者是 低点后面的阳线 就叫一 低点后面的阳线 或者是创新低的阳线 因为我们认为 上涨始于阳线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是上涨 从这个一开始上涨的话 那么我们来确定 这个一的有效性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么 未来三天 要在一的收盘价之上 且第三天收阳线 其收盘价创新高 创新高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来看 从这个位置 出现 这个一以后 那么未来有三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要求收盘价创新高 收盘价要从一以来的 什么 从这个一以来 没有再比 再比这个收盘价的价格高的 高点 所以说 这里最简单的画法 就是这样 这是第一天 这是第二天 这是第三天 收盘价创新高 又是阳线 对不对 这里第一 且第三天 第三天收阳线 对不对 收盘价创新高 这是一二三 第三天收阳线 收盘价创新高 那么 这个三出来以后 就是对这个大一的确认 对这个大一的确认 这个创新低的阳线 或者是低点 或者阳线 就叫大一 好 这里大家有没有搞清楚 这里有没有搞清楚 如果这里搞清楚了 恢复这个三个三 我来确认一下 这里如果有问题 大家可以这个问问题 好 这里应该没有问题 大家都可以 这里能够看到 非常的清晰 什么叫标准的一加三呢 也说未来三天 或三天以后出现 很难有标准的一加三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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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里来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例如说 这个随便找 这个PTA PTA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有效的地点 这里是不是有效的地点 4872后边的阳线 对这个4872后边的阳线 进行确认 是爱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地点的阳线 那么地点后边阳线 对它进行确认 那么首先我们要画一条线 在这个阳线的收盘价之上 未来三天收盘价在它之上 那么它就作为一个大一来参考 然后往后走 第一天 对不对 第二天 第三天 确认了没有 确认了 这里是不是很快就确认了 如果是确认了以后 通常会变盘 通常会怎么样 回落 而这里呢并没有回落 如果这里没有回落 说明强还是弱 说明非常强 那如果未来回落 回落到哪里 回落到三的位置 是不是这里确认了 回落到三的位置 就可以大胆的布局 回到它的位置 好 往后走 这里并没有形成什么 这个前期没有形成回落 回落到三 而这一次的回落 这里一二三 是不是再往下走啊 好 那么PTA大胆的 在这个位置直接挂单就行了 就在这个三的范围之内 直接挂单交易 如果跌下来 这个位置就坚决的 做多进场 那么这个三的最低价 作为防守 好 这里没有听明白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价K和核心价格 留在明天讲 明天讲 这里的一加三确认呢 是要找到有效的高点与地点 并不是说随便的一个地点 就可以数一加三 不是这样的 什么叫有效的高点与地点 创新高的高点 或者创新低的地点 后面才去什么 才去找 好 这里大家有没有清晰 那么对于 这个PTA来讲的话 PTA来讲 那么目前也是走到价K的位置 关于价K讲不讲 在这里面我不讲价K的 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 会给大家去讲价K 因为只有出现了价K之后 才是一个趋势的判定 否则一加三 只是一个普通性的买卖点 只是一个普通性的买卖点 只有出现了价K 才具备对未来趋势的一种研究 所以当价K出现以后 未来的趋势 我们才可以考虑去动 这些大家有明白 好 这里开盘了 开盘了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罗文刚 还是大幅的 这个高开 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不管它怎么走 还是在这个区间之内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区间之内 我们就要考虑 那么这里第一 没有下跌的一加三确认 对不对 第二一个 如果我们要是用小时级别的话 那么在这个区间之内就怎么样 考虑好 做好保本 考虑好 做好什么 指引止损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要管 盘中的所有的震荡 是不是都是正常的震荡呀 其他的不要管 这样去做邮域就可以了 这里的春节 今天的这个现货盘 春节是出现了大涨 现货盘出现了大涨 那么对于春节来讲的话 这个位置确实是很难下 那么从这个K线的角度 上涨的K线来讲 它没有破掉这个K线的最低价 如果这里跌下来破掉 那说明它走弱 如果没有破掉 说明怎么样 还很强对不对 还很强 那我们这里就不能随便摸空 原来的价格 原来的单子在这里 要么就是什么 设好防守 要么就保本离场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用考虑 好 这里大家能不能听清楚 因为首先从日线角度上 这个位置怎么样 并没有什么跌下来 对不对 没有跌下来 没有跌下来 说明什么 还继续比较强势 比较强势我们要不要去摸顶啊 要么是从小时级别去摸一下 这里摸不着就怎么样 不要扛单 不要认为这里单子高了 就未来要往下走 不见得啊 在2803 2805的位置做好防守 其他的交给市场就行了 他愿意怎么跑怎么跑 我们也做不了主 对不对 甲晨说过 还是要看多的啊 狮子星 三是创新高的狮子星 要看是阳狮子星 还是阴狮子星 只要是狮子星就可以 没有问题啊 怎么判定1和3啊 这个看昨天的重播啊 看昨天的重播来判定 1的位置还是3的位置 1的位置是我告诉大家 找有效的地点 那何为效的地点 破掉前面的平台出现的地点 这是不是地点啊 找有效的地点去找1加3去认 对不对 这里的1加3去认 去找就行了嘛 1和3和5位置 那被定义背过了没有 如果没有背过定义啊 各位 那你还是现在要去背定义 否则的话 那你也不懂 把定义背过 这个定义是不是给大家了 这个定义给大家 如果大家真正是想学习 会学习的人 我相信这个多头观点和空头观点 把密码给你 给你了 你密码都记不住 你还想打开保险柜去拿钱 各位 凭什么 凭什么你能打开保险柜 你连密码都不记 那么这里是不是把密码给大家了 很多人还问 1是怎么看 3是怎么看 那密码给你了 你还在问密码 甲醇高开就高开嘛 本来就看多的品种 不到重要的位置 怎么样 不进场 其他的位置 随便随便走 对不对 大家问点有质量的问题 提前挂单挂在哪里 那你要举一个案例啊 举一个案例 你说哪个品种怎么挂 我跟你去讲 那么这个具体在哪里挂单 在哪里 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 我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讲 怎么去挂单 怎么去做交易 这里呢 大家必须要明确 要明白 那么小三呢 就是一样高 怎么会是创新高呢 咱俩一样高 你硬要说你比我高 那能行吗 那肯定不行啊 昨天呢 春剑 到现在呢 我还有 这里呢 也并没有保本 这个位置 春剑网上发力 制损离场 该亏的钱 一定要亏出去 不要可惜 千万不能在这里扛单 听明白了没有 虽然我们去摸一个位置 当然 这个位置 还并没有出现 下跌的一加三 这里所以说 清仓少量 只能说是去怎么样 去摸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位置 并不是我们 做单的一个位置 大家要明白 要明白 所以说 对我们来讲的话 一个 是这个燃油 燃油的位置 是不是做好防守了 这个位置 只要不往上走 这个位置怎么样 要去收割利润 第一个 第二个白糖 白糖这个位置 是不是也是 这里反出的很厉害 那实际上 离我盈利的位置 差一点点了 今天呢 由于在讲课 所以说呢 也没有去看盘 没有去看盘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 如果我要是盯盘的话 走到这个位置 直接就手动平仨了 为什么 离着我们的指营位 还差几跳的话 我绝对不会让它 回撤几十跳 对不对 大家首先是要明白 是要明白 我们到底做什么 然后我们再看PTA PTA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去买 因为这个位置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重要的价K的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 如果价K给什么打掉 没关系 我再在哪里 在三的位置 再去买 那这个位置去挂单 为什么这个位置 可以去挂单呢 因为从这个位置 往上去涨 第一次回落 从这个位置 回落的幅度 第一 它离着三比较远 那么几乎是回到 一半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位置 我直接挂单 交易就行了 为什么 该亏的钱 你要亏出去 那如果是保守型的 我在这里等着什么呀 收阳线 我再考虑进场 也可以 一个是基金型的 一个保守型的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基金型的 那我就在这里怎么样 直接挂单交易 我坚信 走到这个位置 要什么呀 要反弹 那么如果你是保守型的 我这里下跌的太快了 我看他能不能在这里 气稳 如果收阳线气稳呢 我再在这里进场 可不可以 也可以呀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 做单的一个条件嘛 所以说我们做交易 不可能有百分之百 盈利的时候 当然我们在亏的时候 亏多少钱 赚的时候赚多少钱 赚的时候要拿入单 亏的时候要什么 及时的止损 这样我们就可以 在市场当中 不断的怎么样 去盈利 对不对 否则的话 那在这里面 我们去做交易 各位去猜 是没有用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123 这里面来讲的话 没有说这个2和1 1和2 这个价格一样 就就重数 是不是要求 未来3000收盘价 都在1的收盘价值上 有没有说1和2之间 有什么关系 没有啊 大家不要想多了 你想的太多了 想的太多了 就容易影响 我们的真正的一个 执行力和效率 影响执行力和效率 那么你做交易 就很难做了 那如果这里 那我这里进场 是不是进的 还是比较高啊 昨天我们就进场了 对不对 昨天在给大家 讲课的时候 就进场了 那也说 这个位置 是在10的位置 那在10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10 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 是10的位置 那么在它的范围之内 半分位往下 在这里怎么样 去进场做多 那不就是亏点钱吗 对不对 我们来市场 也不想 每一笔单都赚钱 你也赚不到 对不对 该亏的钱 一定要亏出去 你不亏出去 你也赚不到 所以说 那这里 要不要在这里挂单呢 我刚才讲了 你要是接近型的 就直接挂单 要是保守型的 就等着什么 就等着收阳线在做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的胜率 已经高得吓人了 各位还过滤什么呀 只要市场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直接挂南京场就行了 对不对 该亏的钱 你都不敢亏 那怎么能赚钱呢 是不是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市场 189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位 结果今天又是高开 怎么样 又在189的上方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高开 在189的上方 那么短期来讲的话 还是在这个震荡的区间 那实际上大家发现了没有 从这个文化商品指数 这里是不是123呢 确认了 123确认了以后 以3为标准 只要是回到3就拉起来 回到3就拉起来 对不对 这个3是不是有一个 比较强硬的支撑 所以说这个3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位 那回到3就可以怎么样 拉起来 我就考虑在3的区间之内 怎么样去布局 在这个区间之内布局 那对我们去做一个顶部 和一个底部的时候 如果没有出现1加3确认 你在这里做只能是什么 只能是清仓少量去摸 坚决不能什么 重仓去干 那么对于PVC 是不是回到中央的支撑位 怎么样做多 PVC这里下跌并不是什么 并不流畅 实际上未来还是要看多的 还是要看多的 那我也是在这个位置怎么样 挂单挂上 做多 纯碱还是强势 继续等 继续等 那么焦煤焦碳 回到这个位置 是非常好的位置 走到什么 石的位置 最好的位置 焦煤还没有回下来 没有回下来就上涨了 实际上这里最高也差不多能达到 能达到这个位置 今天的有色 下跌以后出现了反弹 出现反弹 棉杀还是比较强的 铁矿石在这个位置还是会震荡 震荡 但是幅度已经不大了 不大了 那么对于玻璃来讲 在这个区间之内 还会有来回的一个反复 来回的一个反复 在这个位置 大家不要什么太激进了 这个位置 宁可放过它 不要什么太激进了 短期来讲的话 面临一个调整 棉花呢 还是这个慢慢的向上推行 那么耐心等待回落的机会 不回来不做 回来不再做 历清呢 在高位逢高考虑做空 但是呢 现在也是这个往下 已经是跌了一定的幅度 那么耐心等待反出起来的 一个空单的机会 玉米走到这个位置的 压力位 对不对 就看它怎么走了 好 豆油 冲高回落 这个位置呢 就反弹起来 遇到压力位 底下呢 有支撑位 底下有支撑 上一支撑 下一个压力 对不对 这个在去年之内 真的 橡胶呢 还是走得比较胶着 现在啊 离近春节 离近春节 这个位置很难做 因为不可能有什么大的行情 那么这个原油 是不是走到了重要的大一的位置 那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可以考虑做多呀 对不对 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用更小的周期 可以去看啊 就是学过我们日内交易战法的 可以按照日内的方法去做 去做 但是在这个位置呢 只要是这里受阳线 或者是在半分位下方 考虑 或者是在什么 两小时的这个节点里面考虑 回到两小时的节点 这些位置就可以考虑去 怎么样 去挂单 就是怕它回不到 怕它回不到 如果能回到这些位置 就可以考虑去进场做多 燃料油 是不是大家有人关心 因为这个燃料油啊 那么 跌到这个位置 第六燃油 这个位置是不是支撑啊 大一的位置 还有燃料油 也是一样啊 也是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生猪 大家今天看生猪了没有 白糖还是考虑这个跌下来啊 跌下来等着底下主动的收割利润 就可以了 生猪 生猪这个位置是不是一加三确认啊 大家看了没有 这里一加三确认 是不是在这确认呢 回到大一的位置 是不是可以进场做多呀 从我们开播的第一天 就让大家在这个位置做多 对不对 走到第一天 这个位置就做多 所以说 一加三确认回落下来 第一 生猪的位置比较低了 数比较低了 那么在这个位置所形成的一加三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因此回下来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 做多的机会 做多的机会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是先给大家把一加三的问题 给解决掉 解决完了以后啊 我们再开始新的课程 那么对于今天的课程呢 和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互银 有人在面这个银 这个银呢 今天如果出现 数盘价创新低的银线以后 就确定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顶部 一个是银 一个是什么 金 金这个位置 如果能回下来 能回下来 要415的位置 能回下来 那么短期来讲的话 就进入 有原来的上涨趋势 进入震荡模式 震荡模式 但是这里的 攻击性阳线 还没有什么 破掉 没有破掉就怎么办 还很难说 它要往下走 所以耐心的 在这里去等待 耐心的等待 涅呢 这里是出现了 一定幅度的下跌 但是这个涅 有没有从高位 形成一加三去的呢 没有 今天是第二天 耐心等 什么时候出现 一加三去论之后 我在什么时候做 斗破 这个位置是高位 但是呢 这个位置要等它什么 一加三的位置 等一加三的位置 好 那么对这里的 一加三去论呢 这个短期来讲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问题 不要问模型 不要问这个 哪个品种了 我们就是 你哪里不明白 可以再问一下 那么关于买卖点 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 会详细的给大家去讲 那么未来这里要出现 10 就是价K 价K需要一加三确认 确认完了以后 再回来去布局 才是一个趋势性的 布局的机会 而一加三出现 只是一个阶段性的 布局机会 大家能听清楚吧 一定要出10 出价K之后 才是一个趋势性的机会 就是这么简单 罗文刚的一加三是从高位回落 出现一加三确认就可以了 没有一加三确认 那我们就不做 好 这是多头拐点 空头拐点和多头就是反过来 对不对 刚才有人问 那么实际上 你像罗文刚要出现下跌 当然这里去看他的什么 看他的一加三确认是 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位置不是一个什么明显的高点 而在这里下降的趋势当中 这是一个中央的压力位 对不对 这是一个中央的压力位 中央的压力位 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用核心价格 也可以用一加三 出现什么 创新地的银线以后 再考虑 只是这个位置 是不是在区间内的一个震荡 这里的震荡来讲的话 不好做 那我们只能用什么 核心价格 逢低做多 逢高做空 来回怎么样 震荡 目前是在一个震荡的位置区间 新高新低不好确认吗 新的高点 那明显的高点 是不是新高点吗 什么叫新高点 明显的过左边的平台 什么叫左边平台 就是 这是不是左边的这个最高价 从这里创了新高 那就是明显的高点 这里低点被跌破 低点被跌破 是不是每一次都是新低点 在这一段行情里面 是不是每一次都是新低点 如果把这里给过了 那下一个目标就这里 这里这里 对不对 不断的创新高吗 当出现十加三之后 回落的高点 就可以考虑 这里用核心价格 短期来讲的话 往上去呀 不会有太大的空间 所以说呢 大家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为什么说不用着急呢 实际上我们从这里来看 这里 1234567890 在这里 这里的收盘价 收盘价是多少 收盘价是3704 对 3704我们可以看一下 3704成上1.07 3960 3960就是一个中央的压力位 3960在这个位置 你说这里出现以后 立马就知道 3960是它的一个高位 那么往上去阶段性的高点 已经形成 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这个4149很可能就是 罗文刚的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那么未来这里的回落 要回落到3700点 大约就要回到这个位置 回到这个位置区间 我们才考虑做 未来趋势性的多头的上涨 否则这里不做 所以这里呢 我们慢慢的去等待 慢慢去等待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继续我们的新课程 继续我们的新课程 好 那么我们做期货呀 当通过前三天的一个课程体系 我们不仅学习了单根K线 对不对 学习了多头K线 空头K线 整理性K线 包括我们所学习的 拐点的战法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学习 那做期货的交易 遵循的原则是什么 遵循的原则一共16个字 你说这16个字啊 你如果把它搞懂了 基本上你做交易的 这个原则就没有问题 第一是看大做小 大值的是什么 大值的是大盘 大势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大盘 大盘和什么 和大势 对不对 和大势 你说如果大势是向上 那么我们基本上 以做多为主 大势是向下 我们基本上考虑是以做 空为主 说看大做小 看大盘 盯什么 盯板块 做品种 如果整体的板块 趋势向上 那么这叫什么 这叫大 你说大板块 趋势向上 那么我的单品种 就一定按照 这个板块的方向 去操作 那么我就是 以做多为主 那么反之 如果大方向 大趋势是下跌 那么我就考虑 逢高做空为主 这叫以大 什么 看大做小 第二一个 看长做短 长指的是什么 长是长的 指的是周期 周期 大家都知道 周期就是你做多少周期的 在期货市场 很多人都是做什么 一三五分钟的 对不对 一三五分钟 一三五分钟的 那么也有做什么 一小时的 对不对 也有做什么 日线的 还做什么 周线的 那么不管你是做什么周期 看长做短 长周期 也就是大的周期 周线级别 周线级别 做什么 作为一个方向周期 也说大周期 比较稳定 有了方向 那么如果周线级别 方向是向上 那么我的日线级别 只做一个方向 做什么 做多 对不对 我只做多 如果整体的方向向下 那么我的操作的模式 就以做空为主 虽然我们有了方向周期 那么大周期定方向 小周期来操作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市场来讲 大周期 例如说罗明刚 它的周线级别 我问大家 周线级别 这里是下跌 还是上涨 但你能够看到的 下跌还是上涨 大家告诉我 大家用文字来恢复 罗明刚是下跌 还是上涨 什么叫上涨 什么叫下跌 相邻的高低点 这个低点 是不是被这里跌破了 这个高点 有没有突破高点 这个高点 并没有向上突破 对不对 这个低点 是不是又被 这个低点给干掉了 那么一说 这个低点 是不是又出现新的低点了 那么这里反弹 各位 反弹有没有过前期的高点 明显的高点 没有 对不对 所以说目前位置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高低点连起来 是不是一次在什么呀 在降低呀 对不对 这个位置把这里给过了 那未来回下来 可以考虑怎么样 短期能够看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 所以如果这里是在下跌 那我们是不是在日线级别 要考虑做空位置 那么从周线角度上来讲 那么从周线角度上来讲 这里下跌 走到这个位置 你认为这里要跌了 没有 没有 什么叫下跌 什么时候把这个攻击性阳线给跌破了 什么时候才真是的 什么样下跌 所以说如果把攻击性的阳线给跌破以后 那么我们此时才考虑 有可能会怎么样 会产生一个下跌 对不对 它只要这里跌下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在这个阴线的范围之内 怎么样考虑做空 那么这是周线 那我可以考虑在日线级别 去找到重要的位置 就是反抽到压力位 我就去做空 对不对 虽然说这个大周期定方向 定什么方向 下跌的方向 但是对于周线级别 我问大家周线级别这里 有没有出现一加三确认的 这是不是小一小二 继续小二小三 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 所以说未来来讲 如果周线级别跌到小三的位置 跌到小三的位置 各位 是不是我在这个位置 3800点 就可以考虑 3800点到多少点 这个周线级别到3636点 我就可以考虑去做多 对不对 那么从日线级别 是不是在 我们看到的位置 3700点 只要是回到3800到3600之间 这个区间就是周线一个级别的支撑 所以说回到这个区间之内 我就可以考虑在日线级别怎么去布局 对不对 回到哪个位置布局 我就直接在这里挂单了 为什么 周线级别是重要支撑 那么日线级别又是重要支撑 3700是不是一个价K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位置既然是重要的支撑 那我为什么不在这里去挂单 做交易 至于说周线和日线共振的一个支撑位 那这个位置的相对的胜率就会比较高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们买卖做单的一个依据 好 我讲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理解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这个比较好理解 这个比较好理解 所以说罗宾刚耐心等待什么 要么就这个位置考虑做空 要么就什么回下来考虑在这个位置的多头的布局 而这个位置的多头呢 实际上这里的空头有可能会跌的幅度 会有一定的幅度 那么回到3700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位置 好 这叫看长做短 那还有一个叫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 也就是刚才我们看了 周线级别 周线级别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空头 对不对 反抽到大家看 为什么周线级别是一个空头 那么对于这根K线来讲 这里跌下来 这根K线是不是 跌下来 那么实际上这根K线 这一根K线 走了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把这根K线怎么样 给突破 对不对 那么这根大阴线 是不是有助跌的功能 对未来的上涨 有什么 有压力的功能 所以走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一个中央的压力位 这个压力区 这个位置是压力区 那这个位置只要是 在日线级别 形成这个实体的阴线 形成实体的阴线 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考虑做空了 对不对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 什么样的方法 都可以用到K线里面 但是在我们这里来讲的话 这个不管是什么浪 什么波浪理论 什么禅论 什么这些 都比我们的要 要差得多 为什么呢 因为不够精准 而我们来讲的话 一加三只是个普通的买卖点 只有出现十和十加三 才是一个趋势的买卖点 所以说对于未来的波段 有我们自身的要求 怎么去看 为什么要让大家去来学习 当学习 当你参加了 你才了解后面的 那么对于罗美来讲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是十的位置 未来回落 必然会回到哪里 回到十的位置 那么这叫有效三的位置 再突破有效二 突破这个高点 回踩有效二 再突破什么 上期回落的这个高点 就是有效四的位置 这里才会形成真正的上涨 而对于每一个节点 每一个节点 怎么去使用 怎么去使用 在我们后面的课程体系里面 会给大家去讲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 跟着我一起走下去 因为这套课程体系 是一套庞大的交易体系 那么对一套庞大的交易体系来讲的话 实际上一加三只是我们的冰山一角 刚刚开始 连第一波的趋势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 都没有算出来 那么 那么这第一波出现十和十加三之后 才是第一波趋势结束 那么未来就会调整 一定会回落的 一定会回落的 好 这叫顺势而为 就说什么叫市 原来的市涨完了 走完了 那么要下跌了 我们就要顺势怎么样 做下跌 第四一点叫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是什么 那么一说对于期货品种来讲的话 有的品种在高位 有的品种在低位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逢高的我们就可以考虑高位做空 逢低的我们可以考虑什么 低位做多 那也就是我们在市场当中 只有逢低做多 你才会有赚钱的空间 逢高做空也有赚钱的空间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任何一个市场 涨高了就会下跌 跌多了就会怎么样上涨 是说永远它的价格会围绕一定的 什么 这个价格区间上下震荡 上下震荡 当然这个震荡并不是直来直去的 从三千年涨到六千年 从六千年跌到三千年 不是这样直来直去的 它中间会有什么 反反复复不断的一个波段 那我们怎么去求证这个波段 实际上根据我所说的这些方法 把每一个波段 每一个节点都会看得非常的清晰和明白 那为什么说这个位置 罗文刚就是看空 罗文刚第一幅度到了 第二时间到了 这个位置要想往上涨必然会调整 调下来才会往上涨 最起码会调到三千八的位置 三千八到三千六 这个区间是一个重要的区间 这个区间就可以大胆的去布局 回到这个位置挂单布局就可以 那短期来讲的话 未来还会有什么更大的趋势上涨 所以说在哪里挂单 在哪里是高胜算的一个模型 高胜算就是出来十加三之后的回落 而一加三后面的回落要什么 要果断的高抛低息要买卖 要买卖 好 那么这里十六个字 看大做小 看长做短 顺势而为 低买高卖 大家把它记下来 把我刚才记得解释的每一个定义 大家都要写进去 大值的是什么 长值的是什么 这里的顺势而为 怎么去顺势 怎么做的顺势 低买高卖 大家要去做明白 好 我们对胜率的认识 那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的交易的模式是一个高胜率的模型呢 那么你说胜率是什么 无论我们赢的概率有多大 无论赢的概率有多大 都无法确认第一次博弈中的什么 获胜 你说我想这一次博弈就一定会赢 那么你是无法确认的 对不对 一次博弈不管是赢还是输 实际上结果都是百分之百的赢或者输 即使赢的概率再大 一次博弈仍不可能满盘什么结束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我要是通过一把说满仓干 各位即使他赢了 你也不是百发百中 那么还有输的时候 即使赢的概率大 一次博弈仍可以让你怎么样满盘结束 只要是输一次 你就怎么样都满仓干 只要是对99次错一次 全部怎么样回到解放前 这个大家不需要记 你只需要理解性 胜率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能保证赢的次数至少大于什么 这个输的次数 就是赢输平均的次数 作为一个整数多次 才是有效的多次 那么第三一年 每次赢的概率越大 那么多次赢的绝对数才会越大 那么下单比例可按照绝对胜三率来确定 这是对胜率的一种认识 大家只理解就可以 我说了只理解就可以 不需要做笔记 所以实际上我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这里保证赢的次数 至少是大于赢输平均次数为整数的多次 才是有效的多次 如果这里没有听明白 可以看重播重新看 每次赢的概率越大 那么多次赢的绝对数才会越大 那么下单比例可以按照绝对数胜率去确定 那也说我对胜率的这种 这种这个计算 我已经帮大家怎么样全部计算 首先是确定买卖的标准 进场出场的标准 然后怎么样经过大数据统计得出概率 也说我们有的同学 那么学完我的课程之后 短短的几天 就已经把这个所有的品种 近一年的一个高点与低点全部复盘完成 复盘盘完成以后 那么他得出一个结论 哎呀老师 没想到你的这套方法太精准了 太神奇了 如果早接触这个方法 各位那可能赚的钱不知道多少钱了 所以说大家在评判一个方法的时候 如果一个老师 那么对于我做教学来讲 做交易来讲 我是非常认真的 我付出了200%的一种热情和态度 那如果大家你连复盘都没有 如果大家并不重视 也说我们赚钱的事 大家还不重视 你付出只有2%或者20%的热情 或者是时间 各位 那么我们是惩罚 我200%乘上你20% 各位 我们就大大降低了 那么你就是40%的收益 对不对 如果你是付出了200% 我200% 那么我们就是多少啊 我们就是400% 甚至是800%的一个怎么样 是一个功效 对不对 所以说不仅仅是我自己发力 大家也要发力 只有这样 就是那个复盘 把一整年全部复盘的 也是我们的学员 现在上一周盈利3万块钱 然后胜利70% 这是单独发给我的 我在这里呢 有没有给大家去 去做去发 那实际上呢 对于我们的学员 每一个人自己的努力啊 自己的努力 只有自己知道 因为这个社会啊 没有人陪着你演戏 对不对 你最起码你要假装努力 但是你假装努力的结果是什么 啊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努力 不可能有正确的结果 啊 所以说每个人能不能赚到钱 别人为什么赚到钱 是因为别人下的功夫比我们多 对不对 啊 每个人如果有啊 在这上面下到更多的功夫 去努力了 去奋斗了 再做不成 那说明你不适合这个市场 否则在这个市场 你亏了冤枉的钱 各位 大家太想赚钱了 但是方法还没有学明白 还没有一套正确的方法 各位 你怎么能赚到钱 对不对 自己想 好 周期指的是周线月线啊 小十分钟啊 看大周期看方向 小周期做操作 就能够提高胜率 所以说通过刚才对胜率的一种啊 分析和研究 实际上有的人啊 在这个市场当中啊 做的周期非常的小 做一分钟的 三分钟的 五分钟的 当然做日内单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们做周线级别 月线级别 还有小时级别的话 那么大周期就给我们表明了方向 所以说看大做小 这是我们市场里的一个什么 一个最简单的 对方向周期的一个判定 所以说小周期操作 如果大周期有方向 小周期怎么样 就可以提高胜率 之所以你总是做错 那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下 你的大周期呢 对不对 例如说 我们看一下 我们做的几个单子 那么斗破 那斗破这个位置 往下走 那这个位置 有人说啊 这个位置是不是可以做空啊 那我们看一下周线级别 大家看周线级别 这个位置有没有跌破啊 攻击新阳线有没有跌破啊 还没有跌破 那没有跌破 只有有概率 有可能这个位置会怎么样 会反弹上去 会上涨 对不对 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 那么周线级别 这个位置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跌破 我们从日线级别来看 什么时候把这个点跌破了 才是真正的周线级别的下破 那么此时周线级别看空 我们小时级别 日级别就可以怎么样 去考虑一个空头的布局 那这样来做单 我们的胜率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我们再可以看一下 这个罗文刚 罗文刚周线已经看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纯点的 很多的投资者看纯点的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纯点的周线级别 那纯点的周线级别 我们来看这里是不是 从纯点的周线级别 是不是这里的低位被下面地点给打掉了 这里高点还没有怎么样 没有没到说明周线级别 反出了一个中央的压力位 那什么时候往下跌呢 能不能突破呢不知道 但是从周线级别大家看 周线级别这个位置 有没有跌破功底性仰限 最低价有没有跌破呀 是不是没有跌破呀 那没有跌破这个位置 就是从大周期来看 还并不看空 并不看空 如果我们做只能是做什么 日线级别小周期的空 所以从大周期来看 这个位置是不是出现了重要的核心价格 那这个位置应该是做多的位置 对不对 应该是做多的位置 因为从周线级别上 现在还没有出现空头信号 那么这就是用大周期来确定 来确定未来我们到底是看 什么看空还是看多 至江 大家是不是看得很辛苦啊 来回在这里的一个错柔一个震荡 那我们看一下周线级别 那周线级别是不是看得非常的清晰 高地点之间的一个震荡 那么这个位置呢 不上不下 很难做 对不对 不上不下很难做 在周线级别的一个震荡 那么本周呢 是有一个小阴线 但是呢 本周还没有走完 那么这个阴线 到底是阴线阳线 不确定 对不对 那不确定就有耐心的等 耐心的等 那这个位置 第一 这里不能数一加三 第二一个 这里的一加三 有没有 小一小二 小三在哪里 在这里 对不对 反处到小三的位置 就是一个压力位 这里是不是周线级别的压力啊 那么走周线级别的空 那么再反处到大一的位置 是不是大一的位置在这里啊 大家看到了没有 反处到大一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开空的位置 当你看周线的时候 那么这个区间 我们在这个区间 就可以找到日线级别 这个位置的压力位 对不对 那好 日线级别 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下跌的一加三 确认呢 反处到这个位置的大一的位置 那在这个位置 我就可以怎么样 既然是周线级别的压力区 在日线级别产生了一个中央的压力位 我是不是在这里可以考虑一个重仓干空啊 那这里是不是跌下来了 那么这里的位置相对来讲就是啊 通过大周期去确定啊 未来的一个方向和未来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从小周期去做交易 对不对 你觉得日线很慢吗 日线很快的啊 我几乎是每一周每天都有仓位在手 当然这两天我在讲课 白天讲课晚上直播确实是很累 我的腰还扭了 现在坚持给大家做了去讲课 基本上坐不住啊 我现在的这个这个感觉 但是呢 最近的这个劳力啊 在年前确实是我的这个教学比较比较任务比较重 因为既然定下的一些课程呢 必须要在节前去完成 最终和大家呢 这个晚上啊 这个一白天上了一天的课了 讲了一天的课了 那么晚上呢 还是和大家在一起共同来学习我们的期货训练语 好 这个辛苦呢 也是很正常啊 辛苦也是很正常 为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个梦想啊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事业 一个事 就是我们做交易和做事做人是一样的啊 交易是做人的根啊 各位 所以说呢 我们既然是答应好的做好的事情 要全力付百分之百 同样也感谢大家的一种关心啊 这个 我这个腰啊 是这个腰椎盘捧出 这一次呢 这个又是拿快递的时候 一万腰闪了一下 闪了一下呢 这两天不太感动 不太感动呢 好像老毛病又犯了 好的 谢谢各位的关心 在这里就不讲了啊 在这不讲了 不拿出这个时间来 来耽搁时间了啊 我们继续往后走 感谢大家的关心啊 感谢 好 那么我的付出呢 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呢 带来真正的啊 真正的干货 你说在市场当中啊 我们确实是这个 我知道很多的兄弟姐妹啊 都在这个市场当中啊 处在一个水深火热的一个境界 因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交易者来讲 每个人背后都是有一个家庭 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家庭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上于老下于小 那么我们如果不能够真正的 疫情的三年 真正的赚钱 很难赚 对不对 如果我们通过一个有效的模式 可以在市场当中不断的去赚到钱 不断的去赚到钱 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 所以说呢 我们短期的一个难受 短期的一个付出 是为了长期的一个什么 舒服 长期的一个什么 这个获得 所以说呢 我希望大家这几天 可能大家都比较累 不管身体什么状况啊 不管是有没有痒 痒好了之后啊 我到现在都咳嗽 没办法 但是每天说话说的太多了 我的嗓子可能啊 也是听着 没有前两天那么动听了啊 每天在不停的喝水 但是嘴角上还是在长疮 这个嘴皮呢 也是在爆皮 好像非常非常干的这种感觉 好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燃料油周线级别 我们来看一下 啊周线级别 我们来看 燃料油这里周线级别 是不是啊 一直在走空啊 这是高位的阴线 从这里一加三 确认在哪里 是不是在这里啊 啊 那么这里的确认点 就是一加三 那么这里的往下走 超过10nk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啊 这里是10 啊 那么一加三的位置 和10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都是未来的压力 对不对 未来的压力 啊 那么 这个位置 十加三 这里确定了没有 确定了 这里短期会面临 就是再跌下来 还是会有一个反弹 说从这里来讲的话 那么 整体来讲 还是一个下降的态势 对不对 下降态势 那如果周线级别 出现一加三 确认之后 那么日线级别 刚好回到了重要的位置 那么此时 我们可能 就合到 啊 就可以怎么样 去大难的布局 否则如果周线级别 没有回到 那我们也很难做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呢 耐心的怎么样 去等待 低位的这个一加三 出现以后 再考虑 好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的这个关系 好 那么 从周线级别 我们看到啊 从日线级别的 一加三的位置 一加三的位置 回到大一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啊 那么短期来讲的话 这里跌的不流畅 对不对 不流畅了 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呢 还有一定的支撑 那么这个支撑 未来如果这里 下跌不流畅 必然会怎么样 会出现反弹 如果下跌流畅 就有概率怎么样 中大一线再跌下来 加速下跌 才能够把这个地点打破 如果这里没有加速下跌 这个地点就怎么样 不容易被跌破 那如果不容易被跌破 后面就 就怎么样 就会反弹 所以对这个 阳线来讲 这个大一时 力量还是有的 所以说这个位置呢 往下打 一定要什么 力量要足 要快 否则的话 这个位置跌不破 这个位置跌不破 好 那么我们经过统计 得出了结论 就是越大周期 稳定性越强 胜率越高 那么大周期看方向 小周期定操作 能够提高 能够提高胜率 胜率和频率 决定单次下单的风险 那么第三条呢 就是胜率和频率 那也说 我们的胜率比较高 但是你的频率也比较高 所以说你会发现 当你的频率比较高的时候 你此时的胜率 就一定会受影响 就一定会怎么样 就会降低你的胜率 所以说你的胜率和频率 决定了单次下单的风险度 那么也说我们以损定量的模式 那么为什么是以损定量的模式呢 就是我们在出手的时候 在出手的时候 在去描述 去找这个位置的 一个胜率的时候 那么往往我们等到一个重要的节点 去出手 反而那么此时的 就是你的胜率会怎么样 会相对较高 而如果我们频繁的去找频种 因为所有的品种上上下跌 基本上都会受到大盘的影响 所以说你有的就会怎么样 胜率高 有的胜率就会低 是因为你下单的频率太高了 市场没有这么快的频率去转换 所以说我经常看到 我们在群里有的家人的说 今天大阴线下来了 是不是看空了 明天大阳线起来 是不是看多了 我告诉大家 趋势不会轻易改变 那么一天的一根阴线 一根阳线 或者连续两三天的阴阳 都不可能改变趋势 都不可能改变趋势 所以说我们把位置坐稳了 坐稳了 坐稳了之后呢 就是说该亏钱的 怎么让它亏 我们设定以损定量的模式 该赚钱的怎么样 一定要赚回来 那这样通过你的总胜率 减去你的总败率 最终才是实现一个 长期运定的盈利 对不对 当你的胜率大于你的败率 那么你未来一定是赚钱的 这就是我们交易的秘诀 交易有没有秘诀 交易没有秘诀 就是让我们如何去做 做好这个单词的交易就可以 这是对胜率的一个描述 通过对胜率的描述 大家就可以理解 那么我们在适当当中 到底是平凡的做断好的 还是耐心的等待 属于我们看得懂的机会 再去出手 所以说 这里耐心等待怎么样 属于我们看得懂的机会 我们再出手 反而呢 此时你可能获得的收益怎么样 会更大 对不对 那盈亏比怎么计算呢 简单来说 盈亏比就是在一定时间内 盈利亏损的一个比例 我们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做不到什么 盈利的盈亏比 实际上我们做不到 盈利的盈亏比 那么进场点终于一切 那么胜率呢终于一切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 就是我们经常 做交易的时候 你亏钱都是在一定的时期 咬牙全部亏出去了 而你赚钱的时候 你拿不到什么 你赚钱的一个幅度和空间 提前就保笔离场了 提前就怎么样获利了结了 而真正要拿的利润 并没有拿过来 真正亏损的钱 全部摇牙亏出去了 对不对 该赚钱的时候 并没有赚回来 那这样长期以往下去 你为什么没有赚到钱 是因为怎么样 你没有拿到足够的盈亏比 你的盈利 盈利没有拿到空间 没有拿到空间 该赚钱的时候 没有赚足 那么该亏钱的时候 全部亏掉 那实际上 你也赚不到钱 你最终所实现的结果 就是长期稳定的亏损 大家能不能明白 之所以你没有实现一个 长期稳定的盈利 就是因为 你该赚的钱 并没有咬牙赚下来 而是获利就跑 而该亏的钱呢 咬牙都顶下来了 对不对 甚至是考难多亏 这就是大家亏损的原因 这就是大家亏损的原因 所以说根据我刚才描述的 描述的这个情况 大家现在迅速在你本子上写下来 在你的笔记本上写下来 你的盈亏比要定在多少 我应该怎么去设定我的盈亏比 大家迅速写下来 你说盈亏比至少是1比1 1比2以上 1比2以上 做波段交易 至少是1比2以上 有的同学 是不是终于找到亏损的原因了 我们亏损的原因 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们的胜率还是蛮高的 怎么最终没有赚到钱 是因为你该赚钱的时候 并没有拿下来足够的盈利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通常用的盈亏比 刚才让大家自己写 那么我给大家举了个例子 1比2 1比3 1比3是我们相对较大的一个盈亏比了 通常1比2 如果你胜率比较高 1比1就可以 那胜率不是很高 1比2盈亏比 那么再一个就是1比3盈亏比 那么当然还有1比5 1比10等等 更高的盈亏比 但是我建议大家 你在1比2和1比3的范围之内 去寻找就可以了 假如我这次投资 我打算亏1万块钱 那么当我赚到2万块钱的时候 我就要考虑止盈了 或者赚到3万的时候 我就1比3的盈亏比了 我就考虑止盈了 对不对 那或者是我在进场的时候 我最起码要赚到1比2以上的盈亏比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们看多不做多 看空不做空 为什么 是因为往上去或往下去的 一个空间不够 我支随的空间比较大 但是我的盈利空间不够 例如说我们这里 做这个苹果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苹果这个位置 我看不看多 我看多 那么苹果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实际上 走到这个大阳线 这里我依然看多 那依然看多的时候 各位我这里要不要做苹果 不好做 为什么 往上 我在这里如果进场的话 各位 我在哪里防守比较好 在这个阳线的半分位 还是最低点 如果我在这些位置去防守 我未来往上去 至少1比1或1比20 会比各位 打到这个位置 你觉得他能涨到这个位置吗 涨不到 所以说这个位置 既然 即使看多 我也不做多 大家能理解吗 是因为往上去的空间不够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一个 例如说罗门刚 或者是纯简 那么这个品种 对我们来讲的话 那这个位置 是不是还是比较强势 你做不做多 老师你为什么不做多呀 因为我知道 这个位置 即使往上走 它的空间不大 我虽然这个位置 我并不看好 未来的空单 但是呢 这个位置看多单 我更看不好 为什么呢 这里短期上涨的幅度足够大 第二一个 这里再往上走 即使往上走 它的幅度也不会太大 所以说这里的盈亏比不合适 网上做多我应该在哪里防守比较合适 我是在这个地点吗 在这个地点要赚到1比20亏比 至少要涨到3000多 你觉得 这个春天还能涨到32333吗 很难了吧 但是呢 即使它往上走 往上去的空间 也比往下来的空间怎么样 要小得多 所以这个位置呢 即使看多不做多 那看不看空啊 空就是如果 你认为这个位置高了 然后我去 最起码我要找到一定的依据 这个位置 如果这里刺破 回来收阴线 我可以考虑再次进场 否则这个位置是阳线 坚决不做 大家明白就行 您说我们这里 是不是在这里做防守 你看老师 你这刺破了 下来了 是我们白损了 没有白损 我告诉大家 做交易 世界上一些顶尖的交易高手 顶尖的交易大师 他做的单子 60%都是亏损的单子 都是止损的单子 听明白了没有 60%全是打损的单子 对我们来讲 在市场上做交易 那么你设好止损 即使打损 损掉了 又下来了 那么 看似是做错了 也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你保住了本金 你保住了什么 你不是什么 这个额外的多余的亏损 所以说对我们来讲 重要的是如何 让我们小亏大赚的模式 亏的时候都是亏小钱 赚的时候赚大钱 这样才行 既然是在这里摸 所以说 你就要怎么样 就要去找到一些 这个确定性高的位置去做 清仓舍亮 再如这个罗云钢 是不是刚才讲了 即使往上走 我也不看多 不看多 为什么 往上去的空间有限 那么虽然近期 怎么还很强 但是呢 我不去考虑多投 那么对我来讲的话 还是考虑一个空投的布局 反周上来 在这个位置 继续怎么样 干空 继续干空 就可以了 好 这里 讲的呢 就是我们 如何去 如何在 这个交易市场当中呢 去 看这个市场 去做这个市场 理解市场 我们到底做什么样的交易 到底是做什么样的 一个盈亏比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模式 我们大家就可以 非常清晰 非常明确 在这个市场当中 我们可以做到怎么样 做到这个 小亏大乱的模式 只要我们的盈亏比设定好 设定好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 这个拿到 我们相应该拿的一个什么 区间 或者是该拿的一笔利润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好 这里 大家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提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继续 应云归比的设定 围绕一个思路 就是什么 小亿大乱的原则 模式 好 在这里呢 就不给大家 再去讲 这个赢云归比的一个概率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呢 要讲 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图片 在过往 大家今天的学习呢 在过往过程中啊 也是 这是在上海的一个讲课的一个图片 这是 这是在18年的时候 应该是在18年的时候 这是在山东的一个图片 这是在郑州的图片 我们教学的图片 然后这是在厦门 福建厦门的一个讲课的现场 那么这里是在深圳的讲课现场 这些 有这么多的人在跟着我们学习 这是我去年的一个证书 今年呢 已经发过来了 我还没有拍照 这是去年参赛的证书 那么这是今年的 今年的 在这个期划大赛当中呢 是获得了318名 318名呢 这个年化的收益率呢 大约是101% 101% 虽然做的并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已经是超过90%以上的投资者 你说今年一共市场亏掉了40个亿 对不对 这40个亿几乎所有的 这个参赛的选手 接近10万多 11万人 那么在这么众多的人里面 当然也有轻量组的 重量组的 什么量化组的 基金组的 中外组的等等 但是我们的交易的模式啊 用这套方法去做交易 那么比较稳定 比较稳健 所以说我们大家呢 在这个 在这个体系下面 我也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做得到 好 下面我又给大家讲 那什么样的交易体系最好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所学习的这个体系 有三个特点 什么特点 第一 叫简单有效 第二 叫精准可靠 第三 是轻松复制 也说一个好的体系 好的交易系统 那首先 它是简单的 还是复杂的 它一定是简单的 一个真正有效的东西 所谓大道质检 大道质检 就是说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机会 那这就叫大道质检 当你一点都可以看出来的机会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系统比较简单 那么一个比较简单的系统 才容易被别人去怎么样 去使用和怎么样 和这个交易 对不对 有助于我们提高胜率 就是你的系统比较简单 如果我们 当然有很多人 在这个交易的界面上 会看五六个界面 五六个指标去印证 也就是说 对这些人来讲的话 我不能说 你看的指标越多 好像是越专业 实际上是他心中越虚 对不对 不能够通过一个指标 就可以下决定去做交易 如果我们手腕上带着三块表 各位 你可能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时间 对不对 如果你只带了一块表 你参考一块表 那你的效率一定会很高 也说 不管这个表跑得快 跑得慢 你总是能够抓住准确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的交易体系非常的简单 只看价格 对不对 在哪里买 在哪里卖 那么亏钱呢 小亏 赚钱呢 大赚 对不对 赚钱的时候摇了牙 怎么样赚下来 亏钱的时候怎么样 要快速的 怎么样 在错误的方向 及时的离场 那么第二点 金融可靠 那实际上我们通过大家 去复盘 去看我们的策略 是否是金融可靠 就是它的胜率非常高 胜率非常高 那么在这么高的胜率里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可以考虑怎么样 去在某一些位置相对仓位重一些 那既然是胜率高 我们赚到1比1的盈亏比就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赚的是胜率 对不对 不需要什么更高的盈亏比 那如果我通过仓位管理 那么同样也可以 例如说 我们这个在某一个地位 地方去布局了一个品种 那如果说在10的位置 怎么样 它跌破了 跌破了以后 我这个位置是买了10首单 那么下面我在3的位置 那实际上可以这样去理解 如果在这一段上涨过程中 这里低点的阳线 然后这是什么 1加3 这是10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10的位置 跌下来 结果它没有支撑住 我在这里买了多少首 买了10首单 买了10首 对不对 那么这个位置又往下跌 这里跌破了没有 跌破了 那这个位置要不要止损 止损 是不是要止损 好继续往下跌 跌到哪里 假如说跌到3的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 我就可以买多少 买20首或者是30首 也说这个位置回落的 起来的概率比较高 或者是等到什么1的位置 三和1比较近 我就在这个位置综合性的去买 那么未来反抽到10的位置 卖掉 卖掉 那么这个位置 我是原来首数到什么 两倍到三倍 那这样来讲的话 我相信通过我的仓位管理 我的胜率比较高 这个位置15没关系 跌到这里我继续买 跌到我这里继续买 对不对 我可以啊 我也可以在10的位置 我买一首 在这里买三首 在底下买六首 可不可以啊 这是大一的位置 这是一加三的位置 这是10的位置 对不对 那在这些位置 我不止损 我买下去 我知道这些位置 总会有反弹 不管反弹到哪里 跌得越深 我的仓位越重 那么也说 一旦反弹起来 我所有的怎么样 单子全部盈利 大家能理解 我们的仓位管理吗 如果你碰到一个 精准可靠的交易体系 那么我们通过仓位管理 就可以在这个市场当中 做到不亏钱 大家能不能理解 好 我刚才讲的这个方法 如果各位啊 你收到了 听明白了 恢复三个六 我来确认一下 如果有问题 你就发出你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做交易啊 有很多的方法 就是关键看 我们怎么去确定这些方法 当确定了一个确定性 就是我确定这个位置 为什么要去找一啊 找三啊 找十啊 对不对 我确定这些位置是重要的支撑 那我往下买就可以了 我不吃损 可不可以啊 可以 你主要 只要是控制好 足够的仓位就可以 那么我对周期来讲的话 周期转换 这里的大小周期转换 要遵循一个三到八倍的原则 三到八倍的原则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周期之间 我看大周期 我看周线 看做五分钟 可不可以啊 看周线 做五分钟 不行 为什么 这个他两个格的周期太大了 不行 如果看六十分钟 做五分钟也不行 为什么 六十分钟一共十二个五分钟 对不对 那么超出了三到八倍的一个区间 不行 看六十分钟只能做十五分钟 四个十五分钟是六十分钟 所以说四在什么三到八之间 对不对 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都可以做 那么做五分钟 我怎么做呀 看十五分钟的方向就可以了 一加三 一三五分钟都可以 关于我们在短周期怎么做 我希望大家进入我们的交易体系 昨天是不是说了 我说啊 这一次呢 我只收二十位啊 就是昨天讲了 参加我们的精华班 这个精华班 我从这个周日啊 从这个周日啊 那么从周日到周一周二 这三天的时间 我和大家在线上 把精华班给大家讲完 啊 这个精华班就会给大家去讲啊 如果去摸拐点 如果去做去年震荡的一个交易 那么这两大战法非常的牛 首先我们的交易体系 大家搞明白了没有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 各位 有很多的做法 有很多的做法 关键是有一点 你要有一定的模式 通过一定的模式 我们才可以怎么样 才可以 在这个市场当中 拿到一种结果 对不对 通过这种模式 才能够拿到一定结果 所以我们的交易体系啊 才是这样 那么我们赢家啊 这个K线赢家 线上的这个盈利密码 那么它的主要的交易特色是什么 第一就是国外年的暴力战法 不看任何指标 只看K线价格 遵循价格波动的内在的原理 精准的量化买卖 买在行情的启动点 卖在行情的转折点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套战法的一个 精髓之处 就是我们看到的什么永远都是价格 看到永远是价格 因为所有的指标都是通过价格的波动 而围绕价格去怎么样 去浮动 所以通过价格的内在的一个涨跌的原理 精准的量化买卖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市场当中怎么样 抓住问题的一个根本 只要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那么我们做交易就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做交易就非常的简单 因此来讲的话关键是看我们怎么去做 对不对 看我们怎么去做 所以说要找到一套非常好的方法 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 在这个市场当中去有效的长期的做下去 那么对于期货交易模式来讲 一共分了两个模式 实际上很多的人在这个交易的时候 在期货市场交易并没有一个有效的模式 但是我们看把交易的核心模式 实际上就两种 第一个就是单拼拢作模式 我只关注一个品种 例如说我只关注伦文钢 它上涨下跌震荡 我任何方向我都可以做 那我用各种模式去做这个单品种 那第二一个我就是单模式的 就是说我只会这个一加三的拐点 这个模型 那么通过这个拐点模型 我去找所有符合这个拐点模型的品种 只要符合我就做 只要符合我就做 我相信你只会这一招 各位你一年你的账户也至少翻个两倍三倍 至少翻个两倍三倍各位 而且每次你只拿10%的仓位去做就可以 10%到30%的仓位去做 至少你的盈利一定会翻个两三倍 不信咱就试一试 你就可以复复盘 先通过复盘来看一下 好不好 通过复盘你就可以找到 真正属于你的一些高胜率的模型 那么通过我这两天的一个讲解 各位有真正复盘超过一年的 就是把一年的品种全部高点地点 用一加三复盘盘的 恢复我 在这里打个招呼 我看哪一位 谁去复盘了 复盘了超过一年的 有没有 哪怕你复盘了一个品种 哪怕你复盘了一个品种也可以 这一年的高点地点 你全部复盘了 如果你还没有复盘 各位就说明怎么样 你还不够用心 还不够用功 那也就是我们经常 大家会在这个 会在这个市场当中 去埋怨 埋怨什么呢 为什么好像主力机构 就盯着我这个账户一样 我一买多他就开始空 我一做空他就开始多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主力机构就看中了 我这十万八万 三万五万的账户 对不对 那我问你 很多人都说为什么 那我今天问你各位 你凭什么 在这个市场当中 你一买就可以赚钱 你一卖 怎么样 就走出反向了 所以说我们不要去找借口 也不要去什么 问为什么 你要多问自己凭什么 凭什么 你就可以在这个市场当中赚到钱 对不对 我们赚钱来讲的话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模式 也就是说 你在你的模式上 能不能精准的去做到 做到我们想要的一些 这个真正的结果 是说在这个市场当中 你想要什么和能做什么 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两码事 当然我知道 有很多人已经复盘了 复盘了 好 我看到有复盘的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 实际上 如果你今天的付出 明天的交易就会变得更简单 更清爽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在这个市场当中 怎么样 你见到每一个拐点 你做到心中有数 为什么 因为这个拐点似曾相识 所有的拐点 所有的位置都是什么 都是曾经被怎么样 被好像被确认过的 对不对 因为你复完盘 复过盘了 对不对 复过盘了 所以说呢 对我们来讲 我们复盘 可以用加圈指数 可以用加圈指数去复盘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 这是我在18年做的一个单 18年 大家能不能看明白 我进场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手仓进场 为什么在这里进场 大家能看明白吗 能不能看明白 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进场 大家能不能看明白 能看明白 在这个位置进场呢 原因是什么 大家恢复我 来 这个位置 什么位置 什么位置 好 我已经 您看到 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去数一数 是什么位置 从地点起来 是不是一加三的位置 已经看到 有的家人恢复了 回到一加三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 回到一加三的位置 是不是在这里去买 从这个位置怎么样 开始拉起来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1809合约 PTA做多92手 92手单多不多 并不多 对不对 那现在有的家人 那么我有的学员 一开PTA就是几百手 我说你太重了 这是我在18年的时候 做市场 这个 这是微信朋友圈 我发的一个总结 18年 全年的整体进入市场 是下跌的一年 大家都知道 18年 是不是股票 从3587 一直跌到了 从1月29 1月19号 跌到了10月19号 跌到了2449的位置 对不对 那么 比如说一整年 股票是什么 在下跌趋势中 商品期货 上半年是上涨 下半年是下跌 同样是下跌行情 股票跌成了孙子 而期货跌成了爷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做空 大家看 龙文刚是不是做空 当时盈利93万 PP做空25000 那么苹果做空 是59万的盈利 那么同样 我们做PTA PTA这个品种 是不是当下 大家正好在看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是不是回到10 或者回到3的位置 都可以做 那么也说 回到这个位置 我当时用了92手 92手 成本价多少 7000 7000相当于 多少钱资金 那么因为它是5吨一手 5735 是不是35万呢 35万盈利多少 盈利102万 102万用了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那实际上 这个PTA 我们大家可以看 这是在8月3号 PTA掌停满的时候 我发了一个截图 我说 今晚趋势能够延续的话 又要加仓了 跟上节奏啊 伙伴们 对不对 我所有的仓位 都是一步一步加上去的 大家看 PTA1809合约 22手加9手 这里26手加4手 这里57手加19手 这里69手加12手 对不对 这个单子是在不断的 怎么向上推进 当然这不是一个账户 不是一个账户做起来的 但是我的总账户 大家能看到啊 我们这个账户 盈利能看得到 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 这个位置的 所有的持仓 都是什么 这样累积起来的 累积起来的 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 这里所运用的模型 各位 运用的模型就是 我们大家这里学习的 出击模型 关于后期如何去 加仓减仓 那么我们在后期的 这个交易里面 会给大家讲 好这是我们今天 学的一个胜率 还有解决了 昨天的一个什么 一个一加三的问题 以及我们做市场当中的 如何去抓住进场的时机 那么如何去抓进场的时机 就是刚才给大家做的 这个讲解 就是第一 要讲到一个盈亏比 第二一个 在中央的位置 三和十的位置 可以怎么样 可以往下去买 可以去布局 听明白了没有 那这个位置 我第一次亏损了 我第二次用什么 用仓位管理 用仓位管理 我第二次仓位更重一些 走到三 我再继续买 千万你不能 十这个位置亏损了 走到三 我不做了 听明白了没有 当然这里的仓位管理 能不能从这里买下去 都可以 我告诉你 如果真正的大主力 听了我的这些课程 我告诉你 他很开心和高兴 他做交易 如果对于大资金来讲的话 做交易 那么对于他们来讲 这些交易的模式 就是在市场当中减钱 就是减钱 那么我讲的这些模式 各位 真的是可以在市场当中 不断的去怎么样 持续的盈利 那有人问 时事什么 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 会给大家讲 会给大家讲 那我们的课程体系 那昨天是不是 给大家这个发出来了 我们的课程体系 那么课程体系对于 今天呢 已经收到了 收到几位家人的一个报名 报名的这个家人呢 也加了我的微信 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啊 我们只要是 大家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给我留言 当然我们在下一周 在下一周的这个 周日 本周的周日 到下周的周一周二 就开始我们这一次的 三天的一个课程的学习 这三天的一个课程的学习 到时候呢 我这个 到时候我这个 会利用三天的时间 把这个 我们大家所学习的这个模型啊 全部给大家怎么样 去讲解完啊 那么三天学习什么 昨天 我是不是已经这个 给大家 这个发出来了 学习什么 好 那么这个位 这里啊 如果今天晚上啊 今天晚上啊 大家听到的 我的这个模型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问题 对于我们学习的内容 学习的内容 大家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去提问题 啊 对于学习的内容 可以提问题 好 有没有问题 那么对于我们 这个 稍微慢一点啊 这三天呢 我们后面会有一周 会有一个月的时间 是在试盘的啊 会有一个月的时间 是在试盘的啊 那么也就说 对于我们啊 这里的一个 学习呢 实际上大家呢 只需要啊 只需要 这个把这个 我们的问题啊 把我们的问题 搞明白 讲清楚啊 就可以 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 按照我们的交易体系 按照我们的交易体系 怎么样 去完整的走下来 那你说 一套好的交易体系 你说 它带着自动的识别功能 你说我们在这个 这个市场里面啊 在市场里面 如果有了靠谱的交易体系 我相信 我们每个人呢 在交易过程中呢 就会怎么样 就会比较轻松 啊 比较轻松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对于我们的精华班啊 精华班呢 是由我主讲 那么我们的精华班呢 是在这个 学习的大纲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 重要的 这八个 八个 这个内容 第一个是重要的 K线的应用 怎么去应用 第二个 K线的结构 交易模型 啊 结构交易模型呢 我今天没有讲 在明天晚上 会给大家讲 K线的结构交易模型 啊 K线结构交易模型呢 是一个非常牛逼的模型 啊 它的精准度 非常的精准 精准到下人啊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拐点趋势交易模型 那么对于拐点趋势交易模型 来讲的话 这两天所学习的 一加三趋劲 啊 那么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拐点的趋势交易模型 啊 那么这个趋势交易模型呢 在我们的精华版里面会讲到 架K 架K的应用 以及架K之后 所形成的一些重要的买卖节点 如何在一和三之间套利 如何在三和十之间套利 后期如果往上走 怎么去套利 那这中间怎么去做交易 怎么去选择啊 是强势确认 还是弱势确认 什么标准 啊 通过这些标准 我们就可以选择 高胜算的模型去操作 那么第四一条就是资金使用率的一个管理 啊 那么包括这里的风控管理 还有止盈止损 如何去设止盈止损 那么盈归比 今天给大家讲了 那么设置什么样的盈归比 如何以损定量 啊 那么这里的开仓流程 所有不会做期货交易的 那么从手把手的教你如何去开仓 那么如何以损定量 开仓的这个标准 你的这个单笔风险金的一个设定 那么我如果十万块钱 我每次亏多少钱 为何事呢 啊 通常以百分之二的一个量来确定 也就是说最多亏两千块钱 那例如说罗明刚 我从这个位置摸空 啊 罗明刚我这里位置要摸空的话 那也说我最多亏多少钱 最多你要亏多少 亏两千块钱 那我可不可以做呀 如果这个位置低 它没有形成下跌的确认信号 那这个位置摸空可能是高位摸空 我可不可以用半个单笔的风险 用一千块钱呢 可以 那么你这里冒的风险 我可以用一千块钱 用两次 我可不可以用四分之一个单笔呢 可以 我用五百块钱去做一次 也可以 说那有的人为 老师我到底是在 输盘价挂单呢 半分位挂单 还是开盘价挂单 那么根据你以损定量的模式 我能够控多少风险 你就把你的线挂在哪个位置 这样来确定 这样来确定我们做交易的一个什么 一个模式 对不对 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 这个模式 才是我们大家真正科学的一种模式 科学的一种模式 好 这里的开仓流程给大家讲好 还有一个系统模块 那系统模块的一个使用 我会在 那么进入我们的赢家 这个 K线赢家 这个群里面 那么有一个月的这个PayPal 一个月的PayPal 那么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不仅要给大家把课程体系讲完 同时呢 我们有助教 还有我 在这里面呢 和大家共同去解决 我们在交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以及我们对品种的选择 每天对市场的观点 都会在这个群里面发出来 陪大家跑一个月 这一个月的时间呢 完全可以实现 就是对我们所有的学习内容 做到一个什么 做到一个 第一 比较清晰 第二 这个学习能够落地 第三一个 可以实际 实际什么 开仓 实际开仓 可以就说 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大家一开始就学会抄作业就可以了 我说 跟我做交易很简单 听话照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抄作业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从小大家都喜欢抄作业 但是原来抄作业都是偷着抄 现在让你正大光明的抄 还能不能抄好 看大家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着此机会 那么对于精华班来讲的话 你10月后将收获什么呢 机构的思维教育模式 机构的思维模式和教育模式 第二不需要很高的学历 只需要24小时就可以学会 一套的终生受益的战法 第三一个 通过学习和训练的 可以实现在市场中 长期稳定的盈利 那么这套机构思维模式 来自于什么 也不是我自己编造的 我也是学习而来 那么通过我学习完 这套策略以后 那么我运用八年的时间 到现在的一个总结 就是我之前呢 运用的并不是这套方法 但是我学了这套方法之后 八年我终于怎么样 突破了我的这个认知 终于是把这套模型搞明白了 当然我认为我对这个模型的认识呢 只明白了百分之六七十 所以说希望更多有志的智者 能够接触到这个高端的模型 在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 那么能够更广泛的去使用和传播 那么这道体系源自于什么呢 詹姆斯·西蒙斯先生 大家知道吗 也说美国最牛逼的一个基金 就叫什么这个大奖章集团 大奖章这个基金 知不知道 那么这个长辈人是谁呢 就是詹姆斯·西蒙斯 他的年化收益率连续十年 39%的胜利 这个收益远超巴菲特25% 所以说这么牛逼的体系 我们现在是一个量化交易的模式 那实际上这里背后的一个 逻辑的出处就源自于华尔街 所以说呢 大家要抓住这次机会 抓住这次机会 真正的学习符合市场的 而且是在全中国 除了我的教育体系 不可能有第二人可以讲 除了我学习的老师 和我跟我学习的这个学生 能够出来分享 其他的人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这套体系 所以说大家到目前为止 那么听到的课程体系啊 也依然是非常的新鲜 这是一套新型的 这个新时代的一个交易方法 所以说对于各位来讲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次机会 真的非常的难得 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刚刚进入市场的人 没有找到正确入口的投资者 第二一个 在期货市场还不 没有什么稳定盈利的投资者 第三一个 有至于在投资市场实现 自我价值财富自由的投资者 这些都适用 那么这里的学习呢 三天零零课的学习 然后呢 在线上复训 线上复训和线下复训 线下呢 有两次一到两次的 这个免费线下的复训 当然未来的复训都是免费的 只是这个超过我们这个 两次复训以后 需要交一个非常少的一个场地费 如果在酒店开课 需要交一千块钱的场地费 如果大家这个学习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学习完了两三次 不用说两三次 线上这三天就已经学的差不多 再加上我一个月的陪跑 四周的陪跑各位 基本上没有问题 所以说微信群为期四周的一个实战跟踪解读 强化训练 每周的作业和实战模型的一个验证 长期在群里面 并不是说四周 我们这个群就解散了 不解散啊 就是大家认识就是一次缘分 我们这个缘分呢 是解不了的 那么包括一次线下课程啊 如果大家确实听不明白 再向我申请第二次的线下课程 这个落地学习 我们每年一年会全国寻讲 那么我们的总部是在深圳 那么还有这个分部在这个成都 在成都 然后呢在这个包括北京 南宁 这个郑州 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深圳 广州 上海 那么等等这些地方 我们全国都是在不停的去 这个寻回的一个 这个开课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呢 就是就近啊 就近可以去参加我们的线下课 如果大家确实想啊 这个比较着急参加线下课 那么我们深圳呢 深圳总部呢 平均每个月都会有 两 一期到两期的线下课啊 所以说呢 也欢迎大家呢 来深圳 现在飞机这么方便啊 疫情也都放开了 基本上大家都 这个身体差不多了 我本人呢 也扬完了 也扬康了啊 现在来讲的话 全力以赴就是做什么 就是做事情啊 就做事情 所以说一张机票的事情 我们的距离就是一张机票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这个 全国各地的投资者 这个我们最远的 有新疆的 新疆的学员来到这里 西安的学员来到这里 都有啊 都有啊 所以说呢 大家没有什么 比这个一张机票更远的距离 对不对 所以说对于现在来讲 啊 现在来讲 两万九千八的客人 现场价只收九千八八块钱 啊 我知道现在已经接近有十个人报名了 在昨天推课的时候 有十个人 接近十个人 所以让大家要怎么样 抓紧时间 报名 那么对于明年来讲的话 我的这个价格啊 可能会有浮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太便宜 太便宜了 那么一套这么好的方法啊 这么能便宜的就 这个卖出去 确实是啊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啊 未来 现在呢 这个疫情期间 确实大家赚钱很难赚 那么这次机会呢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这个果断的把握住 因为在年前啊 年前能不能拿到过年的红包 这两天呢 我们去布局 年前年后就会有一轮行情 为什么说年前年后会有一轮行情呢 因为对于整体的文化商品市场来讲的话 那么这一段行情 大家看这里连续的一个震荡 这里连续的一个震荡 未来一定会选方向 那么过了年后各位 那么年前就一定会选出了方向 对于年后来讲的话 我们开盘就开始怎么样 经常去做好交易了 那么通过近期的一个交易 我们先累积一定的盈利 先把学费赚回来 那么开课年后 我们赚的并不是学费 而赚的是这一生的一个盈利的模式 对不对 对于9800来讲算不了什么 一手单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呢 对于我们来讲 确实能够得到 我们一生的一个合理的交易的方法 那么这个本事是别人夺不了去的 对不对 我们学到的都是自己的 因此来讲 只有通过学习 大家明白人都知道 那所有的学习都是要通过什么 通过交换 对不对 那么甚至是我们现在 哪怕去要加盟一个烧烤店 加盟一个奶茶店 是不是也要交加盟费啊 要交学习费啊 即使我们要学习一个炒菜 蓝箱绩效 要不要交一个这个学习费啊 要不要交学费啊 哪都要交的 9800没有多少钱 对不对 好 现在今天晚上 愿意跟船长 上船长这个船的 那么交完钱之后 就立马进入我们的这个群 那么近期的交易就立马跟得上 就跟得上 所以说呢 近期就可以学习 从下一周 从本周的周日到下周的周一周二 这三天的时间去进行学习 也就是说从1月10号 从1月8号到10号 八九十这三天的时间 进行一个学习和训练 好 这里愿意跟上船长的 请恢复三个期 把我们的镰刀挥出来 三个期就是镰刀 原来是韭菜 现在要怎么样 要变镰刀 韭菜变镰刀 各位来 恢复三个期 我来确认一下 我看是哪些同学 愿意跟我一起走 好 这个杨童 悟悟 还有这个 我心依旧 随风 好 立马找到我们的客服 找到我们的客服 找到我们的客服 我们的客服 给大家打声招呼 汪韵尔大众 打一下招呼 打一下招呼 也说 这一次也说 特别是刚刚加入的 单独可以加我的微信 有任何问题 因为我本人都是真实的姓名 真实的微信 我不像其他的网络 可能给你搞完了 你人都找不到 我人就是一直在深圳 老家是山东人 山东人 所以说我做事情 都是实实在在的 可以加我的微信 为什么要加我的微信 第一是可以方便给大家服务 有问题可以随时解答 第二是让大家放心 我是真人真相 真人 所以说加我的微信 你会比较安心 包括我的电话都可以 没有问题 因为我都是公开的 都是公开的 没有必要去 什么样 我走遍全国各地去讲课 也收获了很多的粉丝和朋友 当然我也不怕有出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真实的人 真实的事情在做 就不怕什么 不怕去骗别 骗大家 即使我骗大家 各位不就九千八百块钱吗 你觉得我做单还差着九千八吗 对不对 实际上就上一次当 不过也就是九千八百块钱 对不对 但是我们学习了真正的方法 这个方法却可以让我们 一起在这个交易事件上 怎么样 去真实的落地 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老乡 老乡好 所以说我老家是山东的 山东做期货的人很多 对不对 那么我在深圳也是待了几年的时间 那么从15年是在广州 从广州到深圳 在现在八年的时间都在做什么 都在做投资者教育 所以说在这个市场当中 也做的时间比较久了 那么同行里面也都会认识我 都认识我 所以说呢这个希望大家呢 能够把握这次机会 真正的跟上这次交易 好三个期大镰刀挥起来 我看一下啊 是哪些家人大镰刀挥起来 我看一下确认一下 实际上我做交易 那么我今天由于这两天是这个讲课 我没有去开仓 为什么我没有时间开仓 那么我这里的所有的单子 都是什么都是公开的 大家能看到吧 我所有的账户都是公开的 那么这里布局的 那么白糖这里今天有反弹 那么由于这个白糖今天开课 我的指引位怎么样快到了 但是呢没有指引没办法 那么对于燃料油 这里的位置啊 还是一个空头的布局 还没有去获利了结 那么因为我做的是趋势单 这里趋势单来讲的话 我只有什么跟进指引 跟进指引 那么一说走到这个位置啊 走到这个位置这个燃料油呢 并没有出现价K 没有出现价K呢 1加3这一次可能有反弹 但是不见得能够反弹的很高 但是呢在这个位置收阳线 依然可以考虑做多 只要收阳线我就空单全部平仓 我考虑一个多单的布局 或者反弹的布局 好 那么也说这里还有一个就是PDA 大家看PDA我让大家在试的位置 可以关注 我自己在这个位置就直接进场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位置打损了要记住 这个位置打损了 下面在3的位置就可以进场 那么甚至这个位置 大家看PDA这个位置 有没有高位出现1加3确认呢 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1加3确认啊 如果这里收什么收阴线以后 那么这个对下一个空间来讲的话 越跌越买 那么就面临一个什么变盘 对不对 面临一个变盘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啊 把握这次机会 所以说呢跟着我做交易啊 实际上就是小亏大赚的模式 小亏 亏几千块钱就离场 赚呢赚几万块钱 我们再怎么样获利了结 对不对 随着这一周我们做的生猪 是不是赚钱了 做的这个 这个橡胶 是不是赚钱了 橡胶赚了7万多 对不对 盈利出局 然后做的罗文刚也是赚钱了 对不对 那么这里的纯碱怎么样 这里是打损了 纯碱打损了 然后其他的 还有什么打损了 我都记不住 记不到了 这两天 这个确实教学的内容 特别的多 特别多 所以说跟着我们的节奏 打损的都是小损 那么赚钱的都是大赚 所以说呢 这种模式 因为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一个 实时交易的模式 讲课听不懂 没有关系 大家指 还有玉米 对玉米打损了 那么也说 讲课呢 并不重要 并不重要 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 玉米这个位置 还是考虑看空 这个位置还是考虑看空 打损了没关系 因为都是小仓位 因为玉米的仓位更小 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我们看一下玉米 这个位置 继续考虑一个空单 只要是收音线 走到这个位置 只要是收音线 继续拿回来 继续拿回来 所以这个位置 反弹到这个位置 如果反弹到大一 就直接进场了 就直接进场了 这个位置一定是一个 玉米的位置 大家看 玉米是在高位 还是低位 高位 玉米从来没有到过3000 那么目前位置 还在一个高位 那未来来讲的话 往下跌一定是什么 逢高做空 对不对 逢高做空 所以说这个思路 只要是上来以后 玉米未来怎么样 它走的比较慢 每天走个几十点 但是呢 那这个玉米 我们清仓少量 拿它个趋势单 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后期 能不能做这个单子 大家跟上节奏 对不对 跟上我的节奏 一起走 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那么今天晚上呢 给大家讲的这个策略呢 是讲的如何去抓住 入场时机 包括这里的仓位管理 如何选拼种呢 这个选拼种是在明天 实际上今天给大家多少提一提就行了 那么选拼种呢 就是找到你的资金符合的就可以 这个呢 止盈止损都是在明天 还有资金管理配配配制的原理 还有明天要给大家做一个什么 这个K线 什么什么什么原则 K线的一个什么呀 K线的一个结构交易模型 结构交易模型 就这个结构交易模型 大家还不知道是讲什么 明天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 K线的结构交易模型 怎么去 怎么去使用 怎么去使用 好 今天晚上 我看这个也是十点半多了 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也 完成了一个 完成了一个 线下的第四天 对不对 一个学习 第四天的学习 好 今天晚上大家的收获大不大 你感觉今天晚上有收获了 请发三个六 三个六 我来确认一下 看看大家的收获 我们走一波666 好 我看到很多家人都刷了666了 那么既然这么有收获 我相信在我们的精华班里面 给大家的收获会更大 收获会更大 所以今天晚上想要报名的 找到我们的客服 我们的客服已经给大家打招呼了 找到我们的客服去积极的报名 好不好 那关于今天晚上的作业 今天的晚上的作业 就是大家要给自己做一个定位 什么样定位呢 就是我们在市场当中 你到底要做多少的盈亏比 这个你必须要找定位 怎么加客服 客服给大家打一下招呼啊 给大家打一下招呼 那怎么去定位 就是说我们今天晚上要选出你交易的品种 这个交易的品种和抓住进场的时机 大家要去做什么 要去 要去找到当下回到十和一加三的位置的品种 那么这里是不是大盘在往下跌啊 大家能看到吧 那么从文化指数来讲 这里回到一加三三的位置的品种 各位这里要重点关注了 这里是不是文化指数回到三的位置啊 所以说这里要等到回到三的位置怎么样 从这个位置回到它以后 在这个位置怎么样去布局 所以说耐心找到文化指数回到三的位置的品种 今天晚上的作业要找到回到三的位置的品种 发到群里面去 好不好 因为今天晚上的作业做完了以后 我们后期大家都会操作了 明白吗 要找到低位一加三的品种 所有的品种都找出来 好不好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作业 好 如果是真正能够报名的啊 报完名的就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晚上的啊 就我们的课程就先到这里啊 大家好好休息 然后呢 有没有听明白的 今天晚上可以看一下复盘 好不好 那么对于今天的大盘来讲的话 门滑指数呢还在下行 实际上从这个位置 大家看这里的跳空低开 跳空低开 为什么这里会跳空低开 因为走到了三的位置 三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真正的要往下走 所以说这个位置呢 回下来以后 走到185.85这个附近呢 可以考虑一个短期的多单的布局 所以说呢 走到这个位置短期多单的布局 找到以后 找到以后呢 从这个位置怎么样 考虑我们去抓一个什么 低位的一个反弹 那么对于近期来讲 近期来讲 那么大家就要明白 就要明白什么呀 就是我们做的交易是什么 做的交易是什么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又找到什么低位出现 一加三 回到三的位置的品种 那么如果大盘走到这个位置 起稳 那么通常这个品种会有反弹 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机会 希望大家呢 把这个作业做好 好 今天晚上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明天晚上会有非常干的干货 会讲到K线的震荡结构交易模型 说说大家无论如何 明天必须要参加 好不好 明天能不能参加 明天能够参加的刷一波666 来 我来去了一下 明天能够参加的 我刷一波666 好 那好 那今天晚上呢 课程先到这里 也祝大家这个早日学成 那么早点休息 好 各位 再见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